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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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小馒头跟咱妈一起合起来骗咱俩 目的嘛 目的嘛就是 你懂吗 老妖盛 这件事情你明明可以办完手续以后出来再说的 为什么现在说呢 是 要是换做过去的话 我肯定就这么干了 可是 是 记得自从你进了我们家门以后 什么事情都是我牛老妖说了算 从来都没考虑过你的感受 所以 所以这次我想听听听你的 当然 如果你确实接受不了这个爱折腾的牛老妖 或者你在外头真有了什么合适的人 那 那其实你也没必要跟我来付这个婚呢 进不进去 你也说了算 这个牛老妖 她还在那儿下落去什么呀 那李宗盛回去好好说 慢慢说不行嘛 现在出去就露馅了 等你等 看出来了 我都看出来了 你这哪儿是跟我去复婚哪 你这整个就是去应勇就义的嘛 我不仅 不仅想把你的人接回家 我还更想把你的心接回家 如果光有人没有心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算了吧 我们 还是做最好最好的朋友 最好最好的亲戚 你这儿是你 你这儿是你我 你这儿是你妈 你给我解释什么呀 我问你 我现在的病是这个样子的啊 都快要死的人呢 你还不能随我医院 你就是要我干什么 我马上就要死吗你 你 妈 妈 行了妈 你们俩就别演戏了 你们俩骗人这事 我跟雨晴都知道了 小白头 是不是你去同盟报信的 不不不不是 不是她 我问我姐 我姐跟她那侄子是同学 人家告诉我 行 从这以后 你们俩 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老娘不管了 过了关心 那刮起爪子呢 我给大家唱一段景下边高兴一会儿 哎呀 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谁想听你唱啊 哎呀 好好好好 不唱不唱不唱 哎 那人发了 船单发了吗 哦 发了呀 全部都发完了呀 那个给你老客户打电话打了吗 打了呀 都打了呀 哎 但是这两天那就是没有电话呀 是不是被邀哥说中了呀 乌鸦组 好的 关心 你不要用你来可怜的智商 来判断我们公司美好的前途 我是还没有把一个 暂街棒棒的心态 调整成一个这个公司员工的心态啊 嗯 嗯 嗯 走 上街去 哎 二哥 又去展开啊 这个还开啥子公司嘛 上街怎么就不叫公司啊 那万事开头难嘛 走 老太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问你 屋里那几包东西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搬出去住了 你想离家出走 不是 你看 我跟玉琴现在都这样了 我住在这儿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啊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平时你看我也老惹你生气 我搬出去了 您不是挺清静的吗 老姚 平常你都叫我妈 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带 你不要走 好不好 好不好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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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啊 只要您在 倩倩在 我在 这个家就在 哎 孙芬 你着急吗 我还在叫我干吗 我决定了 跟你走 走 去哪儿 去旅游啊 旅游好啊 这是钱 你数数 苏芬 你干吗给我钱啊 这个钱啊 就等于 从天上掉下来的 咱们俩都不付 反正 你得拿着 那好吧 这个钱我 我先帮你沉着 苏芬啊 你跟我旅游的这个事 你怎么又想开了呢 我呀 就是想出去散散心 您好一波 王老师 您是 杨经理给我找点活 让我到办公室跟他谈 谢谢你 什 什么事就谢谢我呀 谢谢你帮助了佳佳 上次碰瓷儿的事 和这次喝饭的事 小事 应该的 应该的 那你先忙 来 来 来 哎呀 热死我了 走走 啥个真的嘛 开了公司还越来越累了 以前我们等火炉的时候 还可以休息一会儿 现在椅子还能站起 火炉火炉 脚都砸麻了 还是上个地方歇会儿 闭嘴 你们知道这是公司的形象 为什么懂得起和跑得快 他们没有怨言呢 哎 东哥 你要在饶乱军心扣你工资好 哎呀 好了 好了 我们要认真领会周总的精神 我们现在是打广告闯民企 有了民企 还还没生意 对啊 噓 别了 喂 您好 这是棒棒物流公司 呃 喂您好周总 我是杨陆佳 哎呀 杨总啊 哎呀 杨总啊 哎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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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好风不啊 啊 是这样的 我们中兴路货厂 需要大量的搬运工 呃 经过选定 最终我们选出 由你的棒棒军物流来承包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 愿意 愿意 当然愿意了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呢 你们又是怎么选中我们的呢 呃 暗访 通过暗访我们认定 棒棒军物流 有实力 有信誉 所以选中你们的 哎呀 对了嘛 这说明你们公司是很有眼光的 啊 强强合作 看能够达到双语 哈哈哈哈哈哈 周总 如果您愿意 下午到我们公司来签个合同 为期半年您看行吗 啊 啊 半年呐 喂 喂 喂 周总 喂 喂 周浩 哎 哎 他 他他他他让我转告你 你是九苦九懒的活菩萨呀 哎哎 你们几个刮起抓着 把周总抬到那个树子底下 去休息而栽 快点 快快快快 来来来来 谢人 啊 阿宝 谢了 您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你们兄弟俩说话真是一个套路啊 不是 我们棒棒没啥文化 谢人的话就这几句 牛老药 那脸皮比陈强还厚啊 不过说句实话 这事你办得挺爷们儿挺仗义的 哎 别夸我 你还是骂我 我听着顺儿讲 我就这么一说 你就这么一提你真当真啊 不过这个事呢 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别让别人知道 算是 给我留个脸 我早知道您的麻烦 我都不帮你 走走走我还开会呢 我 blocked 你得到过去 封键 封销 你得到谁 开火 你不得快 但是 你得到 你自己想通过这是 你觉得 姐 什么 你生病了 你有没有CT片呢 你把日期搞对了再来蒙我行不行 你换点新鲜的吧 什么好事啊 我最近牛老腰能有好事啊 好事见着我都绕着走 回家啊 好 我回 老子就当旅游了 想回家吧 合家 来 我把他搭砍我了 都将在了 こう 由来 我都说得不得啊 好 不会 姐儿 姐儿 还是自己家庭就好吃 这位美女您是吃饭还是住店 你给我好好介绍介绍呗 坐 坐 首先 你能选择到我们这个农家乐 那是太正确了 充分能说明你是 是 我是啥呀 是 是有眼光有品味的 这看出来你是城里人 在城里煮饭了 现在到我们农村来 这个亲近大自然了 是吧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里的 你看鱼塘 里边养的有鱼 旁边有生菜鸡 还有鸭子 包括周围的这些蔬菜啊 都是无公害的 不用化肥和农药的 你这儿也就一般吧 怎么能说一般哪 只要你住下来了 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了 牛老阳 哥倒茶去 你知道我这儿叫牛老妖 牛老妖 你看看我是谁 谢春芳 谢傻子 哎 刘福祥 你啥意思啊 咋啦 就我那龙佳乐 申请补贴那事 你咋到现在 连个屁都不放呢 不是跟你说了吗 现在情况有变化 啥变化 我都说了 现在不能说 不能说 当初选干部的时候 你说得比命还甜 我才投了票 早知道这样 我才不选你呢 牛海燕 你说这话亏信不亏信啊 我这村主任 对你们不好吗 那我问句话 咋就这么难呢 我现在没够不跟你说话 我现在等个人呢 咱们回头再说啊 你这变得 我确实有点认不出来了 是不是越变越漂亮了 变得 有几个地方可以看了 对 狗嘴里土不是象牙 你说起来 咱们也得将近 二十年没见了啊 差不多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们要精神打工 你还哭着喊着 要跟我们去 你记错了吧 我哭着喊着跟你们去 那还不被你们欺负死 可后来听说你 你不是到城里去当保姆吗 你们现在在哪儿暗家 孩子多大了 城里边 离婚了没孩子 你呢 我 我还能干啥 当帮帮吗 不过我也离了 但是我女儿都上大学了 你见着我姐了吗 二姐 刚才她还给我打电话 她说你回来了 让我过来 你是她叫来的 我也是我姐叫来的 你俩聊得挺热乎的呀 姐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回事 这批玻璃的尺寸完全不对 应该是四千乘四千的 现在变成四千乘四百的 是不是位置搞错了 怎么可能我们反复核对的 哪里都对就这里不对 梁经理耽误了工期 可不能怪我们啊 我给工艺商打个电话 喂潘总 我海洋集团杨路加 我们工地玻璃 到底怎么回事啊 五重协议不跟你说过了吗 把八千乘八千 改成四千乘四千 现在怎么变成四百了 没错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这些 你到我们工地来看 潘总我告诉你 现在工期延误了 玻璃还得重做 这个责任你必须要承担 你说什么 杨路加 怎么还没把报价 给人家传过去啊 要是有人事了 那可是我出人命的呀 是我干的 好 老公回来了 辛苦了啊 可不可呀 我去给你倒点水喝 咱家公子呢 睡了 你累坏了吧 我给你捏捏肩膀 等等啊 你这是无视献殷勤哪 你不要再帮杨路加说话了啊 我今天都骂他了 我要不是看他在那儿 愧疚的痛哭流涕 都快跪下了 我就打他了 真的 我真的气得不行了 你说他那么能干一个人吧 怎么也能犯普通人 经常犯的小错误呢 虽然损失只有区区二十万 但是区区 年薪五万 四年才能挣够二十万 请问江太太 你哪儿来这么大的口气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这回绝对不会放过杨路加 大家系上安全带啊 下一站我们到足夕花园赏花 这旅游挺值得啊 就是团费太贵了 瞧你那点出息 我看啊 你儿子让你出来啊 可真是够费心的啊 这兔崽子 回去我再找他算账 我上车了才知道 根本没有什么旅游大奖的事 骗人骗老子偷上来 大爷您得把安全带系上 干啥啊 咱得注意安全啊 这记住都难说 那也得记啊 您得给您老伴做个榜样啊 好好好 来 进 老伴 我给您记上吧 谁你老伴啊 江总 要注意安全带系 因为我有师儿 因为我个人的失误 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这件事情我做错了 我应该负责 你怎么负责 我引就辞职 说得真好听 引就辞职 要我说 你这就是把烂摊子扔下 拍拍屁股走人了 不是的 姜总 我 我真的没脸 再待在公司了 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 想问你 怎么说 你也是公司的 中层管理人员 怎么会想起来 去开一个小苍蝇馆子呢 你说那么小的一个馆子 穆小丽去玩玩也就算了 你干吗投入那么大的热情呢 难道我堂堂的一个海洋集团 还不如这么一个小苍蝇馆子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明白 你就是想等翅膀硬了 好离开公司 对吧 我们在公司的理念上 是有冲突 我反对AT这个项目 其实啊 也是出于我自身的考虑 我创下这家公司 这么大个产业真的不容易 我不想迎合什么新的理念 我就是想 如何能保住这份产业 现在说这些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说没意义 就没意义了 其实啊 你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虽然你节遥不逊 又目无领导 还有你那个闺蜜啊 经常在我这儿吹耳旁风 她不知道啊 她是在给你帮倒忙 不过呢 我老江啊 这点胸怀还是有的 这样 你把你手朵的工作放一下 把这个项目接下来吧 你要想将公补过的话 就从这个项目做起来吧 好 春芳虽然已经快四十了 可看起来也就三十出头了 操心下你自己嘛 前两天回村一瞧啊 完全一城里人嘛 人才回了几天 你就把人根根底底的 全给弄清楚了 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 亲为竹马 这谁还不了解谁呀 你说就他们家那房子 那还能住人吗 所以啊 她一回来就住我这儿 这丫头也算了 非得给钱 我推都推不定 所以你这一感动 你就打算撮合我跟她 我就撮合了 咋了 我们家老要能干 脑瓜子好使 在城里 那可吃得开了 好喝 你难道还想着陈雨晴啊 你个死脑子 就算我跟陈雨晴 她一点希望也没了 你也不能把我跟这个 些傻子 牛老药 你咋意思呀 我还配不上你呀 我 我 我没说啥呀 行啊 咱俩聊聊 我哪儿配不上你了 合适 太合适了 你俩去村口那鱼塘聊 哪儿没人 我请你喝水 谁稀罕哪 旅游费我都出得起 我还稀罕你这一瓶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的钱啊 先放到我 回去我再给你 你这次出来的旅游费用 全部归我 包括我 那这个旅游 你不就亏大了吗 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能出来跟我旅游 我就赚了 我真不能给你拿着 来来来 放下来吃一瓶 对不起 你个人老大 才有别人啊 早就来 我就给了我的东西买了 我还背了我们的东西 拿我的东西买了 我来帮你背 我来帮你背 爸爸要得 我来帮你背 我来帮你背 要得要得 她就喜欢干这个 对对对 我就喜欢干这个 谢谢大佣 不谢不谢 走 你说吧 咋就配不上你了 咱们俩怎么就不合适了 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太熟了 这熟还不好呀 这熟知根知底啊 你看这几十年前 我就见过你的光屁股了 这没什么新鲜感了 几十年前 你就看过我光屁股了 那 那我不是吃亏了吗 干啥啊 那我得看回来呀 对 你让我看一个 我 别害羞啊 行行行行 我给你修 啥子 车 车 走 你怎么样 没事吧 你怎么样了 牛老羊 没事吧 我们 杨陆佳 老羊 好 东西放这儿吧 这兄弟 真得谢谢你大余 不用谢 不用谢 二十块钱 良心价我一点都没多要你的 小门头 你干嘛呢你 他出钱我出的应该的嘛 应该的 应该的 来来来来 二十块钱 收啊 我还以为你是做什么呢 小门头 真丢人 这位老哥 现在是市场经济吗 你看我们东西太多了 没问题 你们的东西 我来帮你背 价钱好商量 等一下 我们问题解决的 对对对对 那个 你们有背不到东西的 我来帮你们背啊 我来帮你们背 好点好点 回来了 儿子 你坐下来的啊 你坐下来的啊 干啥 锅比眼睛大啊 我一天在外面开公司那么累 你就不知道心疼人哪 一杯水都不够凉一杯啊 你以为我闲着呢 哎 我每天要照顾小熊做作业 我还要洗衣服 我还要做饭 抽了空 我还得出去来点活什么的 你以前都忘不的时候还好 在家里啊 还很帮我做点事情 现在当了那个什么 什么老总 钱没见着不说 你一天回来啊 还要跟我1516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用去挣那些小钱 就把家给我照顾好 把他儿子照顾好就行 小熊 爸 我水彩笔快没没了 哦 爸 来 来 儿子 做也做完了 做完了 来 那就买个冰果吃啊 嗯 乖 用完了钱爸爸再给啊 好 小熊 不要走远了啊 好 哎 等会儿小熊啊 要买笔 你就把钱先给他 最近公司啊 没有走路正轨 有点困难 公司一旦进入正轨 那真的就是大钱 一旦 一旦 一旦是多长时间啊 你还周总呢 我就没有看到哪个老总 住在这种地方 我看你啊 就是猪鼻子插大葱 你装相 嗯 哎 你这个方老婆婆娘 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你少给我吹鼻子瞪眼的啊 我告诉你 你开公司的钱 还是我给的呢 于啊 你这些都是妇人之间 这头发长见识短 当然 你头发也从来没有长过 去 啊 现在公司有一点困难 但最近接了一批大业务 海洋集团啊 人家杨洛佳 是因为可怜你 才给你干的 我 我怎么没想到 是她啊 是啊 你怎么没想到啊 嗯 不是 我跟你说的不是一个事啊 我还安排我的那些弟兄们 到街上去转悠 那不对啊 那得找大客户啊 嗯 大客户 除了杨洛佳 你还认识谁啊 认识她就够了 杨洛佳 我得把这个财神爷 紧紧抓住 老佑啊 我看了 烫太沉没什么大问题 谢谢啊 姐 弄点吃的吧 好 姐 她 她是你姐 你是盈工村的呀 这儿是我家 那是我姐 姐 姐 麻烦你啊 谢谢你了 姐夫 姐 姐夫 啥事的事啊 姐夫 这不是你姐夫吗 她那熊样 她也配 我 怎么说话呢 我一个村主任配你 还亏了你了 好啊 那我就到山头海 哎 主任看上我了 看你回家老婆怎么收拾 我 我跟你没话说 我才跟你没话 您是村主任 对啊 银农村村委会主任 刘富翔 哎呀 我找的就是您 啊 村主任您好 我是杨陆佳 小杨啊 小杨 哦 知道 知道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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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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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杨头 是粗石的 是 现在 你说 牛老药 说吧 你想说什么 那要说话应该你先说呀 你说说 你到我们迎龙村来干什么来了 旅游度假呀 你骗谁呀 你旅游度假你不带王剑 牛老药 你贴上毛就是红子那么精呢你 咱们交过手嘛 其实你知道我这人还是挺笨的 说实话 来干什么来了 姐啊 来来来 牛老药说不用夹菜了 吃饭了 太来了 这 这 姐是在炒的 菜来了 来 尝尝这个 牛老药 来 你吃 然后还有几户人家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你好 怎么又是你呀 饭我不吃了 谢谢你 我现在不在市里 周浩我说饭不吃了你听不懂吗 干好工作就行 我 就这样吧 对不起啊 你别生气 这种人哪儿都有 我们村也有个人叫周浩 我一看你那儿就烦 主任是这样的 这回我来村里啊 想尽快把合同给签了 行啊 咱把基础方法检查一遍 马上就签 你俩鬼鬼祟祟的 干啥呢 些傻葬 你胡说什么呢 本来就是嘛 陈天看你们俩在一起 这不是有阴谋是什么呀 我这 是牛老妖要你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呀 你说得太聪明了 你跟我说说 你怎么猜出来的呀 这种幼稚的行为 是由牛老妖想得出来的 牛老妖 他们都知道了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呀 牛老妖 你别出来呀 藏那儿挺好的 回来 饿了 主任 咱们走吧 杨总 我叫 周浩 杨总 你怎么来了 翻译好了 请您去密集吧 周浩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周浩要干的事 就没有干不成的 杨总 早知道您进村了 刚才那个电话 就是给您个惊喜 谢谢你 饭我不吃了 杨总 这是公司的一片诚心嘛 就请您赏个脸 主任 各位 这是我们公司的 正常业务交流 商业机密 主任 这次我就不请您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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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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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周浩 那我就给你去吃个饭 走 走 走 太谢谢了 走 走 老幺 看来你还得再想其他办法了 你家里是在寒碜了点 住一路不在 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吃 这是我们村了 最好的 我还没睡晚 好好好 这是我们村最好的餐馆了 你到这儿来啊 一定得尝尝咱们开州的 大混争 你看 有羊肉 有糯米饭 有排骨 还有山药 如果你这儿吃腻了 有咱们的子水都不干 行了 行了 赶紧坐下吧 好好好 你说两个人 喝那么多菜你治愈 治愈 当然治愈了 您是谁呀 我的财神奶奶呀 行了 谁是你奶奶 我有那么老吗 那 那就是我的一个比喻 这 说明您在我心目当中 至高无上的地位 要谢啊 你别谢我 谢牛老妖去 谢呀 我当然得谢他了 没有他 我还跟着人家屁股后边 当小弟呢 没有他 就没有我周浩尔 独自创业的今天 不是这意思 其实这事啊 没什么 没什么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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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夢想被烈日桌上 現實還盡是一根棒棒 搖牙在路上 橋步匆忙 這個城市會帶給我希望 暴雨後 洶湧在陣潮中 驕傲的心 安慰著的女高 始終相信我看到的天空 真有一天彩虹 嗨 一千萬別笑話 故事或許有不一樣的結果 你看不到我心裡那團火 一直在燃燒著 樹刀在南 棒棒康在肩 船路在線 頭頂一片天 沒有什麼受不了的罪 生死不過是一場瞌睡 因為看不到一天 東會 瀑布里 tissues掙扎 又変之外 聲音進WS到六獎 多少越路上 吼詞 award的明星 國火 最終相信我看到的天空 真有一片彩虹 嗨 一千万别笑话 不是或许又不一样的结果 你看不到我心里那团火 一直在燃烧着 暴雨后汹涌在争吵中 骄傲的心还会吞吞于风 最终相信我看到的天空 真有一天彩虹 嗨 一千万别笑话 不是或许又不一样的结果 你看不到我心里那团火 一直在燃烧着